再來我們看一下 那我們常講這個脂肪肝 到底跟新冠病毒有什麼關係呀 全世界的這個新冠病毒的研究告訴我們 這個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這新冠病毒 從 飛沫 鼻子 嘴巴 進去之後跟肝臟有什麼關係 離那麼遠 的確沒有什麼關係喔 為什麼呢 因為呢這個新冠病毒要進來人體吸進來之後呢 我們身體的表面要有一個接受器 要一拍一合 兩個呢 抹擊之後 他才會進入身體 啟動這個免疫的機制 但是這個接受器不是每個器官都有 在哪裡最多 肺部最多 再來呢腸胃道也有 再來呢 疼道也有 但是呢 肝細胞沒有 那為什麼研究會告訴我們說奇怪了為什麼這些 新冠病毒重症的人呢 他的這個有脂肪肝的話 就有可能更加的惡化 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呢 通常有脂肪肝的人他通常是這樣子 肥胖的人 代謝性的疾病非常的多 心血管疾病非常多 糖尿病的病人 免疫力就比較差 所以進去之後呢 我們開始這個免疫大軍要出來的時候 完蛋了 他覺得他非常的恐怖 所以呢 每個軍隊 通通帶了核子武器出門 到每個地方 通通放核子武器 所以身體不缺 那個叫做 細胞激素風暴 所以 等於是自己殺死自己的 所以所有的重症 不是因為肝臟受損 也不是因為肝衰竭而亡 都是因為整個器官 衰竭了 才會造成這個原因 那再來呢 我們常講這個蕭脂寶肝啊 為什麼重要呢 以前都覺得沒有什麼事情啊 怎麼現在說 糖尿病也會有 脂肪肝也會有 外加你的 這個三酸肝油脂超過160 這三個加起來就可能會導致這個肝癌 這個跟我們現在的青少年回答是一樣 如果呢 回去問自己的小孩說 你今天去學校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媽咪沒有 明天再問 請問一下 你最近去學校有沒有什麼事啊 沒有 第三天再問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啊 沒有 肯定有事 好 所以呢 三個沒事的人呢 請記得 加起來的時候 研究發現 這一些人都容易會有肝癌的危險 那 活生生的例子就是這一個 這是831的這個主唱 阿蒲 阿蒲當年可以有機會捐肝舊腹 就是他符合好心肝的三點 第一個是要怎麼樣 人要夠好 身體要夠好 才有辦法捐肝 第二個是什麼呢 心腸要夠好 不是每一個 孩子都願意捐肝給自己的親人的 第三個是什麼 肝要好 肝怎麼好呢 沒有脂肪肝的人 才有本事可以捐肝舊腹 如果脂肪肝太嚴重 通常我們切下來那一塊 種下去之後幾乎都會肝衰竭 所以我們的病人裡面有很多是因為 要捐自己的肝 救自己的親人 努力來撿重的 撿了十幾公斤 等脂肪肝 改善了之後 才有機會 切那個肝 救自己的親人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再來呢 我們講到保肝一定要提到 我們的這個 一旦的肝師傅 我們的宋瑞樓宋教授 也就是吳伯雄的姐夫 那宋教授當年最大的一個 在我們公衛史上的一個 重要的貢獻 就是因為什麼呢 他推動了這個 B型肝炎疫苗的注射 讓我們台灣 成為全世界第1個 B肝疫苗施打的國家 讓小朋友呢 不再呢 有這個B肝的危害 100個人找不到 一個人 那大家也看到這個 這個我們可能要 請這個 我們的強哥團隊來幫我們找一下 這個重要的文化資產 為什麼呢 這是民國73年8月的時候 打第1針米肝疫苗 在這個 台灣衛生雜誌史上的 這一個照片 我們現在很想要找這個baby 他今年36歲 36歲 這位阿姨 現在應該是 大姐了 那 當年呢 因為有這樣 所以呢造就了民國75年7月以後 台灣出生的小朋友 都有by肝疫苗的保護 成為新台灣人 75年7月以前出生 在舊台灣人 沒有受過by肝疫苗的保護力 所以是有差的喔 那 讓小朋友呢 降低了一半的這個肝癌的 自食率 還有猛暴性肝炎的這一個危害 都是因為by肝疫苗的政策 那我們就來想說 這個by肝為什麼重要啊 因為啊 翻開台灣的這個 肝癌血淚史 大家就可以知道 肝癌的病人其中有6成的人是因為by肝 所引起的 3成的人是 C肝 所以肝癌的病人在台灣 有幾乎9成都是因為by肝 跟C肝 所造成的這個肝臟的毒害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by肝跟C肝喔 如果在我們這個民國75年7月以前的舊台灣人 大概 題目來囉 B肝的患者大概想一下 舊台灣人幾個人裡面會有一個人有by肝 幾個人裡面會有一個人有by肝 猜一下 B型肝炎 欸來 我看到了這個大哥 這個大哥 來來來 可以大輕一點嗎 100個裡面有15個 100個人有15個 所以 我們數學不太好 75% 差不多 100個人有15 這個標準答案 我們舊台灣人大概就是100個人15的 就是5個人 5 6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有by肝 好 那再來呢 C型肝炎病毒 大概幾個人裡面有一個 隨便猜 C肝 對 C肝喔 C肝跟by肝 兩支是不同的病毒 所以得了by肝也有可能得C肝 得了C肝也有可能得by肝 所以令人上街巨瘦了 一兩位 好這也是標準答案 大概20個人裡面有一個 好 來 所以呢這個bC肝在台灣 換算出來就是等一下 聽完年齡室的演講 走到外面去看到風箏 你心裡面就莫屬 年紀看起來只要不是 30歲以下 你心裡就數 12345第五個不是by肝就是C肝 這個機會就是這麼高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來了 好來 避免感染才是最重要的啊 因為現在全世界 請問有幾種 肝炎病毒 總共有幾支 已經有B了有C了所以 剛剛已經看到很多人來了 請說 有人來 請說 請說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來來這邊 這邊這邊姊姊 ABCDE 對 來恭喜 恭喜這位小姐 全世界目前為止知道的就是 ABCDE 五支肝炎病毒 特別喜歡來攻擊我們人類的肝臟 然後呢 這五個兄弟呢 分成兩班派 老大跟小的呢 是吃東西才會感染 中間三個兄弟 BCDE都是靠血液體液傳染 所以呢 來我們題目來了 請問一下 當年我們政府 推動 公塊母池 公塊母池 像這樣的行為是不合格的 請問是防什麼肝 什麼肝 紅色衣服的 大哥 A型肝炎 公塊母池 A型 A還是B 是B型肝炎 A型肝炎 你要不要再考慮一次 A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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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大家請記得喔 吃東西會感染的是 A肝跟E肝 E肝很少聽到 因為那個是境外的事情 所以大家聽到都是A肝 然後呢 來 題目再來喔 大家請記得喔 準備舉手 請問一下 青青會傳染BC肝嗎 不會 青青 來 這位教學 不會 不會 正確答案 為什麼 因為呢 老師有教 宋教授有教 口水裡面有的病毒量 太少 太少了 幾乎不可能會感染BC肝 所以跟BC肝炎的病人 輕輕抱抱是沒有關係的 要記得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推動肝病防治 因為台灣的中年人 是肝癌的高危險群 連之前的衛福部的次長 都因為肝癌 而往生 造成很大的遺憾 社會的損失 但是呢 我們今天有看到很多的年輕人來到現場 不要以為年輕人不會中標 大家看一下 這是前幾年的新聞 31歲的藝人安君燦 也因為肝癌而走掉 他就是那一個 在75年7月左右沒有打到疫苗的 那一位 舊台灣人 如果他晚幾年出生 就有機會打到B肝的疫苗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呢 B肝的病人呢 現在呢 其實不用太擔心了 因為我們B肝有很好的藥物 可以控制好 C肝已經有神藥可以治癒 所以呢 只要能夠適時的做好 B肝肝炎的一個治療 就可以降低肝癌的發生 那這麼多的藥 我要選哪一種 請記得不是我們自己選是醫師選的 只要知道說有藥可以醫就好了 這醫生的煩惱讓他去擔心 所以我們呢 好心肝門診中心 這工醫門診中心的院長今天也來到我們現場 如果呢大家有這個肝炎用藥的問題呢 都可以讓我們的邱院長 來好好為我們大家 好好的解釋 如果真的不幸 我們的親朋好友 有不幸罹患的肝癌 請記得告訴他 不要擔心 現在的肝癌已經不是絕症 有很好的治療藥物 大家琳琅滿目壞一圈 這些通通是有醫的 好 怎麼醫呢 真的發現得早 我們就把它切掉 再不行呢 電燒燒掉 再不行呢 酸塞塞掉 再不行呢 還有標靶藥物 還有免疫治療 還有直指治療 這些的治療 都是可以挽救我們肝癌病人的生命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 發現得早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肝臟沒有神經在裡面 所以裡面長東西都不會知道的 所以千萬一定要記得 抽血跟超音波 才有辦法早期的發現 有沒有肝癌 那再來呢 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帶一點新的知識 就是在好心肝呢 已經研發了一個 AI人工智慧的 分辨肝腫瘤兩二性的軟體 由我們社會愛心所支持 然後呢 由台大醫院 還有哈佛的 馬州總醫院 一起來做這樣子的一個研發 研發的目的是為了幹嘛呢 就是要早期發現肝癌 所以呢 在我們做超音波的時候呢 年輕的醫師 我們的技術員 我們執行的人員 可能沒有辦法 辨認 這個到底東西 是好還是不好 醫生常常說 你這個看起來 黑硬黑硬 不知道黑硬到底是什麼意思 每一個中文 漸簡上面都給你寫 腫瘤 我只要看到兩個腫瘤 都覺得很擔心 那到底是好的 是壞的 我們希望 最好是每個人都給 我們的肝病權威 許金川教授來做超音波 但是呢 許教授沒有那麼多隻手 跟那麼多眼睛 那我們希望我們在做的時候 許教授可以用他的知識 幫我們背書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研發了一個呢 能夠讓這一個機器幫我們判讀 良性的這個 腫瘤可以高達97的辨別率 幾乎跟電腦斷層跟核磁共振的辨別率 一樣高 那也在今年的時候申請到專利 應該在不久之後可以問世來幫助大家 那 精準化的醫療是我們追求最大的這一個 能夠幫助個人化治療的一個重要 終極的一個目標 那這個日子 離我們越來越近 因為呢 醫療不斷的進步 提供我們更多的這個健康的一個知識跟 治療 所以我們期盼呢 我們的肝病照顧呢 要像 這幾位的 肝病的病友一樣 身強體壯 可以上浴山 上雪山 我們呢 現場其實就已經請到了 一台人形麵乳來到現場 我們那一台人形麵乳在哪裡呢 好在這裡 大家給孫大哥一個鼓勵喔 他就是這一位 騎在這裡 孫大哥呢 是我們常年的 攝影志工 他本身這個肝癌 戰果無數 最後 換肝 所以他登上雪山的時候 是帶著 別人的小心肝 上雪山的 好 是跟別人的小心肝一起上去 所以這是兩台人形麵乳 因為換肝的病人 特有的勳章 就是在他們肚子上 像冰室的一個標誌一樣 那包括我們 在場也有幾位 我們肝病的病友 當年跟我們一起上雪山 御山 讓全世界的這個醫學都知道 台灣不是只有防疫做的好 台灣的肝病照顧的更好 我們的肝病的病友 都可以有體力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可以爬上 最高山 很好 那千萬不要像這樣子 如果 有一天 我們肚子大了 有附水了 小便開始出現 像這樣子的一個 烏龍茶色的尿 然後眼睛 完蛋了 跟那個 黃膽的這個黃色燈一樣 還有呢 這個腳呢 隨便按一下都已經腫起來 請記得要提醒他 趕快就醫 只要有症狀出來的肝病 通常都是已經末期了 也因為我們想要避免這樣的遺憾 所以呢 肝病基金會在26年前 由創會的董事 宋瑞柔宋教授 以及肝病的權威 許金川教授 一起 創立 來幫助大家 然後呢 最重要就是要 宣導正確的知識 還有幫助大家知道有沒有避吸肝 讓偏鄉的堪苦人慢慢的減少 那能夠鼓勵研究 今天才有這個吸肝的神藥可以問世 治癒我們的肝病的病人 那 今天呢大家唯一要寫的筆記只有這一張 為什麼呢 這告訴大家說 肝病基金會在26年當中 承蒙大家社會大眾的一個愛心支柱 已經幫助了60萬人 以上的這個 肝苦人 讓他們知道自己有沒有避吸肝 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要告訴大家 請記得 10月31號 日子自己記起來 那一天我們即將在龍山寺 要舉辦 萬人肝病篩檢 從早上8點 一直到下午2點 要為我們所有的人 保肝 求平安 10月31號 這個活動記不住也沒關係 我們有全台免費肝病諮詢專線 電話是 0800 000583 來主持人來我們開始了 請問一下 免費肝病諮詢專線 0800 000583 台語怎麼說 台語 台語 0800000583 來 在後面那位小姐 來 大勢的告訴我就可以了 控控控控控控控 383 583 583 583 再說一次 583 啊 583 啊 583 583 583 好 583 583 他有講對了 來 台語怎麼說 跟我講的是 控控控控控控控 歐巴桑 電話走起來 請問 那個免費肝病的篩檢 確切的時間地點在哪裡 請記得呼朋迎辦去 為什麼呢 因為去到現場呢 龍山市特別準備了 貴贏會鬼的這個 平安符 還有龍山市的 呃 悠遊卡 要特別送給 我們所有來參加的國人 一個心靈上 身體上的一個 保肝的一個盛會 所以請記得大家留下時間 今天來聽到這個是最重要的 一個 資訊 那免費給提供給大家 那我們希望呢 像這樣子的一個 肝病的篩檢活動 包括 當年我們在全世界已經創下 第一個 金氏世界紀錄 做 腹部超音波的這個檢查 免費做了2000多人 結果呢 發現了在台北市 6位 肝癌 這個幾乎是我們帶著 醫師 護士 跟機器 到偏鄉 做的這個機會 一樣高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要做檢查 我要抽血 但是很少人知道說 原來我要做超音波的檢查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 也因為這樣我們希望 在這個 很多的肝病病人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成立了這一個 非營利 也就是愛心的這個 好心肝門診中心 由社會愛心所資助 從地板到天花板 垃圾桶到馬桶 通通人家捐得 那在場的 梁超梁董事長 就是當年 最重要的推手 他總共在後面 推推推推了十幾年 才有這樣子的門診中心 接下來大家要問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護理師來到現場 來幫助大家 等一下有問題可以問他們 好心肝門診中心呢 不只只有看肝病 什麼科都看 因為呢 他是 我們台大醫院 台灣 的醫學院 建教合作的門診中心 所以各科的明教授 幾乎都有在這裡 服務大家 做公益 那 如果呢 我們希望能夠在 疾病之前 預防 治療 也可以到台灣 幾乎是首創的一個 健康管理中心 提供大家健檢的一個幫忙 哪一個地方 是可以照顧自己的健康 又把盈餘 回饋給社會 帶著這些愛心 去偏鄉的 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很好 照顧我們自己的地方 那最重要的呢 是秉持的這個 許教授的精神 我們希望怎麼樣呢 病人朋友化 朋友 親人化 好 不是情人化 這樣會太多的情人 親人化 那我們提供一條龍的服務 如果有需要 我們就轉診到台大醫院 或其他的醫學中心 讓 正確的醫師來整治我們 進一步的檢查 那 也因為這樣的散局呢 所以好心就好肝 在我們的 最大義工團的團長 郭會長的任內 這是我們 基金會的 義工會會長 我們都稱為他叫乾媽 乾病房治學術基金會 義工媽媽 就是這麼長 所以簡稱乾媽 所以我們都是他 麾下的一員 那 帶著這個所有的義工團 來做愛心 獲得這個 我們的 國家的認可 跟 榮譽的這個 鼓勵 還有呢 健康促進獎 以及呢 在2017年的 這個醫療奉獻 獎 都在在的鼓勵大家 做好事 幫助別人 心裡面 身體健康 都會持續的一直來 那這一位呢 就是我們的許金川 許教授 我們常說 他有在的場子 幾乎笑聲不斷 一個人的善願有多大 力量就有多大 他在 2017年 2019年各得了一個台灣的貢獻獎 以及愛心獎 那個左手 收來獎金1000萬右手就捐出去了 左手100萬進來 然後 那個 那個 左手的100萬 又捐出去了 他最重要是希望能夠幫助我們的國人 早日消滅 肝病 那也因為這樣的成就 這個是我們在有生之年都看得到的 哪一個公衛史上可以看得到 肝癌 已經從第1位退居到十大癌症死因第2位 發生率從第1位退到第4位 慢性肝病肝因化從第6位退到第10位 我們希望在明年之後能夠退到10名之外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公衛史上 最大的一個成就 那我們希望在可見的將來能夠成立 肝病醫療中心 讓我們國人有最完整的這一個 肝病的一個治療 以及研發的一個地方 那 最重要是有一天希望能夠消滅國病 意思就是什麼 我們要消滅肝機會 我們在場穿背心的志工們都會 轉任到其他去那個當志工 那我們希望能夠早日能夠有這一個 消滅肝病的一個機會出來 那所以呢 這個 你的強哥 等一下可以拍給他看 既然我們在國父紀念館演講 所以呢 國父也是會託夢的 託夢給誰啊 託夢給我們的梁館長 還有呢 我們的 強哥 我們的周研究員 跟他講什麼呢 剛剛館長有點破梗了 其實重要的是國父託夢的這件事 因為國父是因為肝癌而走掉的 託夢什麼呢 保肝尚未成功 同志仁序 好好努力 所以我們今天呢 才有這樣子的一個講座 來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時間有限就會快一點 大家要注意聽 接下來就跟你我身邊都最有關係的 壽命健康這件事情呢 是我們最想要追求的 好 來 剛剛粗魯的數字告訴我們 台灣人平均壽命 是80歲 意思翻成白話文 叫什麼 台灣人有一半 以上都 超過 80歲 好 來 那為什麼題目叫做 老夫少妻好 還是老七少夫好呢 郭台銘娶太太好呢 還是 年紀大了 我們就不好意思點名是誰了 哪一個好呢 數字告訴我們 都好 為什麼呢 看感情的程度 為什麼看感情 大家怎麼看呢 注意看一下 平均80歲喔 男生平均是多少 將近78歲 女生平均呢 84歲 所以兩個差了幾歲 67歲 當年啊 金庸小說裡面的 楊過跟小農女在的時候是什麼 姑姑 老七少夫 對不對 對吧老七少夫 沒有錯嘛 你我不能同年同日生 但月同年同日死 所以他們至少要差幾歲 7歲 那感情如果比較好的 就希望他趕快走 那那樣子就要反過來 所以看感情的程度 所以這個是有密碼在裡面的 但是這個長短對我們來講 其實不重要 我們比較重要是看這個 我不是要活得久 我活了100歲 結果躺在床上30年 那也是很折磨 我們希望的是 健康的年 越長越好 所以呢 最新的同事 告訴我們說 平均呢 台灣人雖然活了80歲 但是不健康的年 大概有將近8年 所以我們就希望把這個8年 越短越好 越短越好 最好不要 這個是我們最希望的 那 長壽的秘訣 就只有在這一張投影片 大家記得就可以了 第一件事情 以前我們會算命 現在還是要繼續算 但是要健康算命 怎麼算 請記得定期的做健康檢查 讓尖端的儀器 跟醫療的技術照顧我們 檢視我們自己身體的健康密碼 到底有哪一些要調整的 該去胸的該去胸 該 避邪的也要避邪 算命就是看這個 對不對 所以呢 自己也要自己 逢胸避急 不是逢胸避急 要自己能夠檢視 管理自己的健康 再來第二件事情呢 要請記得打疫苗 新冠病毒現在最夯的美國股票 就是那幾家 疫苗的公司 為什麼很夯 因為我們害怕啊 如果有疫苗可以打了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出國出去玩 也不用這樣每天都關在島內 然後花東總共有 每天有一兩百萬人 在那邊遊蕩 對不對 那有疫苗這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能夠有疫苗施打 要記得施打 有哪些疫苗 我們這個年紀可以打 第一個 A 肝的疫苗可以打 第二 B 肝的疫苗可以打 第三 肺炎煉球菌的疫苗可以打 第四 胚抓的疫苗可以打 那再來呢 請記得拿了健康密碼之後 不要把它放在抽屜 要拿去看醫生 這樣才可以知道自己的健康密碼 那個紅字到底重不重要 很多的朋友跟我講 尼醫師我跟妳講 妳一先講了一位 每一個都是中文字 聽起來就是不懂 真的不懂 那些沒有翻成白話文 真的聽不懂 所以呢請記得找 這個健康密碼 那個醫師翻成白話文 才會知道紅字 到底重不重要 第三呢 要自己管理自己的健康 因為健康是我們自己的 不是別人的 所以要管控自己的健康 才能夠 預防 重於治療 然後呢 該吃藥的時候還是要吃 小時候吃糖 長大以後就吃藥 通常 60歲吃6顆 70歲吃7顆 80歲吃8顆 這是我們統計上發現的 也不要避免說 這不吃藥為什麼呢 因為呢 合法的西藥 已經在前面 國內外 有千百萬隻的 小白老鼠 跟人體試驗都合法 才可以進到我們嘴巴裡面 所以來路不明的 偏方草藥 千萬不要亂吃 因為就等於自己當神農士 當小白老鼠了 那再來呢 這個是很有趣的 大家分享 七分堡最長壽 是日本人 教全世界 長壽的秘訣 第一件事要怎麼樣呢 活得開心 經營婆婆教我們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生命裡面要活得久 一定要開心 而且要快樂 美國的 John Hopkins 的大學告訴我們 快樂這件事情 不是天生的 不是與生俱來的 是要自己努力的 所以呢 讓自己創造開心 是每天打開眼睛 應該要做的事情 再來呢 猴子告訴我們 日本人的理論真是對呀 來喔 題目來了 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兩群的猴子 這個研究大家不要看著他年輕 是哪兩隻高三的 人知的 這兩群的猴子 在2009年 獲得全世界 最頂尖的科學期刊的發表 大家注意看 左邊的猴子跟右邊的猴子是兩群不同的猴子 請問 哪一隻看起來比較年輕 A A 看起來比較年輕 大家要不要看一下 燈有點亮喔 A 比較年輕 有人說B 比較年輕 有人說C 比較年輕 這兩隻是同一隻 抱歉 這兩隻是同一隻 好來 再一次 左邊的猴子比較年輕 還是右邊的猴子比較年輕 右邊的猴子比較年輕 為什麼呢 這兩群的猴子 從小開始一起長大 總共養了他20幾年 你看這個科學家 從老伯要做研究 做到小孩 他們都養在同一區 只有一件事情不一樣 左邊的猴子 每天都讓他吃飽飽的 右邊的猴子 每天都只給他吃七分飽 經過20年之後發現了 哇 不得了了 右邊的猴子看起來多年輕啊 第一個 沒有眼袋 皺紋比較少 沒有禿頭 他屁股的毛都很多 科學家抽血發現他心血管的指數呢 很年輕 證實了 日本人七分飽最長壽的理論 接下來 大家看一下 請問哪一隻猴子 看起來比較快樂 要瞇瞇眼才看得出來 將軍說左邊比較年輕 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 因為右邊的猴子 從小到大都沒有吃飽過 心情很欲足的 心情很欲足的 都不足了 所以呢 快樂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來呢 我們剛剛有講疫苗 在我們目前掃過去 所有我們中年人最要打的 就是這兩支 第一個叫 肺炎煉球菌的疫苗 這是我外公92歲 另外呢 是胚爪的疫苗 袋狀泡疹疫苗 超過50歲 請記得施打 不管你以前有沒有長過水痘有沒有長過胚爪 打了之後呢 可以減少7成的胚爪 復發 嚴重度可以降低7成 這是很好的一個疫苗 可以預防 我們自己免於這些 疾病的禍害 再來呢 我們常講 剛有講 開場就講新冠病毒台灣只有7個人 因為新冠而走掉 但是呢 這半年來我們幫大家算過統計 全台因為癌症就已經有2萬多人 而死亡 所以這比較起來哪一個重要 這癌症非常的可怕 因為呢 他是我們十大死因的第1位 那尤其呢 過了幾歲之後 我們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數字告訴我們哪一個是重要的切點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條線 25歲以前 有可能 都是一些意外事故 青少年 很多意外事故而走掉 但是超過25歲之後的第1名的死因 通通是 惡性腫瘤癌症 所以呢 即將進到尾聲 請大拉記得 這是整理出來 只要大家照一張就可以知道的 我們要防癌保健康 有一些事情 是我們要自己要做的 第1件事情 第1名的癌症 新國病叫 肺癌 所以呢 做S光 大腸鏡檢查 那也提醒大家 大腸鏡檢查最重要挑選的機構 有一個重點是什麼呢 這好像很多人 沒有聽過 我們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們要去做大腸鏡請記得要去哪邊做 有人跟我講說好心甘做 對是好心甘做沒有錯 為什麼呢 請記得挑選 要做大腸鏡的時候請記得要先問他說 醫生 你們這邊看到席肉會不會切除 如果他說有 如果他說有 我們有這樣的設備 再讓他做 如果沒有只能夠看一看 請記得再評估一下 為什麼呢 我們很不容易清腸 低渣飲食 三天 前一天晚上拉得要死 都不能睡覺 結果隔天幫你看到說 哇你有息肉0.5公分 恭喜你要再做一次 心裡面很生氣對不對 對 所以請記得 要找一個可以幫大家處理 看到疾病要能夠做 治療的一個地方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選擇 再來呢 這是我在去年畢業的時候跟 我的恩師們照相 為什麼這一張照片會出現 是因為我們非常的遺憾 因為呢 我們台灣的另外一位 也就是宋瑞友宋教授的得意大弟子 陳定性院師 因為胰臟癌而往生 胰臟癌非常非常難發現 超音波也很難 因為他躲在胃後面 超音波很難看得到 所以呢 沒有輻射的篩檢方式 就是做什麼呢 核磁共振 MRI的檢查 所以如果家族 有這個病史 尤其是家族有這個 胰臟癌病史 請記得這個檢查 應該要提前做 好